高雄市今年到現在 各種車禍案件是下降的情形 但是在過年期間就發生了 八件九人的一個A1致死的交通事故 這八件中有兩人是因為酒駕而致死的案件 可見這酒駕造成的車禍是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此高雄市警察局會規劃一系列的一個 入檢機查酒駕的勤務 我想今天所規劃這個勤務是一個封閉式的方式來執行 規劃的是七個零間點 總共出動了474的警力來執行 那最後我想酒駕零容人 警察局絕對會全力來執行 那在這裡也呼籲我們市民朋友 喝酒就不要開車 那也呼籲我們餐廳業者 要呼籲我們的顧客喝酒不要開車 而且要代叫計程車或者代駕的 來阻止這個酒駕的情形發生 那我們也希望市民朋友 酒駕造勢致死的話 會造成兩個家庭的一個傷害 所以在此再呼籲我們市民朋友 千亂不要酒駕 謝謝 謝謝